第三千六百零七章 妖族圣地 按照地图指引 柳无邪很快找到山庄的位置 翁 两人还没站稳 几十道灵力的剑气 直逼他们而来 柳无邪一挥手 冲过来的剑气 全部被震碎 何人闯入此地 南宫摇击吏翅一声 柳无邪一头雾水 难道山庄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何他们刚到 还没站稳身体 就遭到他们的袭击 店主 是我 柳无邪连忙开口 听到是柳无邪的声音 南宫摇击还有柱山芝他们连忙掠出来 无邪 真的是你吗 南宫摇击抵达上空后 疑惑地问道 柳无邪这才发现 自己跟妻子还佩戴换行服 他们误认为是外人闯入此地 车调换行服 恢复真实面目 南宫摇击还有柱山芝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无邪 快救救你师傅 他被两头妖王逼到了山外深处 没时间寒暄 确定是柳无邪的那一刻 南宫摇击一脸急迫地说道 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事情 听到师傅有事 柳无邪身上 爆发出极强的杀意 南宫摇击很快将这几日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一时道出 听到南宫摇击的描述 柳无邪脸色阴沉得可怕 因为资源短缺 师傅前往山脉中寻找那些珍贵的神药 拿出去贩卖 可以换取更多的资源回来 谁曾想 其间遭遇几头大妖 大战之后 雪衣激发了凤凰血脉 从而引来两头妖王的觊觎 这几日 两头妖王一直盘踞在山庄上空 各种挑衅 一年引来更多的妖王前来 雪衣无奈之下 这才冲入山脉 故意将他们引走 两头大妖的实力如何 柳无邪眉于紧锁 朝南宫摇击问道 初级妖王 实力在神王一众到三重之间 南宫摇击快速回答 雪儿 你留在这里 以防还有其他大妖偷袭 我去营救师傅 赤不宜迟 柳无邪甚至来不及介绍徐灵雪的身份 纵身一跃 朝师傅消失的方向略去 南宫摇击带着徐灵雪还有祝山之他们 返回山庄 通过一番介绍 才知道徐灵雪是柳无邪的妻子 每个人都十分恭敬 柳无邪一路急迟 寻着师父留下的气息 越追越远 百万里外 雪衣身后出现一对凤凰双翅 及格闪烁 就是万里之遥 速度丝毫不比神王慢 更在身后的熊王跟虎王 他们穷追猛舍 追逐了小半天时间 终于将雪衣逼到了一处穷山恶水之中 雪衣虽强 毕竟是顶级神尊敬 长时间激发凤凰血脉 对自身也是一种损耗 小女娃 看你这次往哪里逃 还是乖乖的就范吧 做我们的夫人 我们保证不会伤害到你 穷王发出节节节的笑声 魁梧的身体 猛然膨胀 撑破了上半身的衣衫 露出猙獰醒目的肌肉 沙 雪衣面容清朗 寄出自己的长剑 朝两大妖王同时袭去 初见的那一刻 风云色变 四周天穷不断翻滚 恐怖的气浪 仿佛能将方圆百里先飞 令人窒息的力量 震得山石乱飞 树木坍塌 山河倒流 看似顶级神尊一级 战斗力却堪比初级神亡 这就是凤凰血脉的强大之处 两大妖王不敢大意 只能选择硬抗 我们出手轻点 别伤害了小美人 虎王发出震震吟笑 他们的目的是吸收凤凰血脉 最好跟他但下子似 要是伤害到了他 就得不偿失了 放心吧 我下手很轻的 雄王一掌斜披下来 发出惊人的雷鸣之声 菩萨大小的手掌 轻松将空间撕开 出现大量的裂缝 更可怕的是 无数雷电 交织其中 没想到这头雄王领悟的竟然是雷电之道 想要突破到神王境 需领悟自己的道 妖族亦是如此 雷电四翼 将血衣的剑势 全部抵挡下来 趁此机会 虎王长驱直入 打算活猪血衣 两大妖王左右夹击 让血衣很难应付 双方你来我往 一时半刻 想要分出胜负也不是那么容易 主要是两大妖王不想伤害到血衣 不然以他们的实力 血衣早已败下阵来 轰轰轰 惊天动地的炸雷声 相隔几十万里都能听到 柳无邪正在山脉中 不停地穿梭 寻找师父的下落 声音从那边传来的 祭出灭神医 配合昆鹏羽翼 宛如一道闪电 划过苍穹 师父 你千万不能有事 柳无邪心急如焚 面对两大妖王进攻 也不知道师父能支撑多久 战斗越来越激烈 血衣凭借自身的实力 硬生生抵挡住了两大妖王的进攻 不过她也不好受 强横的冲击 震得她胸口起伏 境界的差距 不是靠血脉就能弥补 能坚持到现在 足以逆天 换作其他顶级神尊敬 早就被两大妖王拍死了 这女娃太扎手了 有没有别的办法 不伤害她的情况下 将她活捉 虎王有些不耐烦了 又不是生死搏杀 他们不敢下重手 这样僵持下去 要是引来更强大的妖王 他们岂不是错失凤凰血脉 只能将她逼到那个地方了 穷王眼珠子滴溜溜地转动 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我怎么忘了那个地方 虎王黑黑地笑了起来 一脸的淫秽之色 血衣心里咯噔一声 能猜出来 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个地方 肯定不寻常 很有可能将她活捉 凤凰九天 顿时间 血衣整个人 幻化出一尊恐怖的凤凰 周身闪烁出熊熊火焰 顷刻间的功夫 血衣的实力 攀升到初级神亡 好精纯的凤凰血脉 我们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将她逼过去 不能再拖延了 熊王大怒 周身气势暴涨 刚才跟血衣交战 自动用了五成的力量而已 泰然的神王三重之势 瞬间将血衣的气势碾压下去 紧接着虎王的气势 跟着一起攀升 神王二重的气势丝毫不在熊王之下 祭出全部的力量后 形成滚滚天地巨浪 将血衣的凤凰九天压制住了 快使用 虎王立鹤一声 只见熊王从怀中 掏出来一枚奇怪的神符 这枚神符明显是人族炼制 为何落入他们手里 应该是进入山脉历练的修饰 被他们杀死 搜刮了他们身上的宝物 血衣已经被他们压制住了 既不能脱困 也无法伤害到他们 正要打算与他们同归于尽 四周空间陡然扭曲 两大妖王跟血衣一起消失 神符撕开空间 将他们转移到了别处 寝客之间 只留下满地的窗椅 还有无尽的钢峰在四周四月 远处 一道人影一闪而逝 很快降临在刚才打斗的地方 是师父的气息 落下的人影正是柳无邪 通过大战造成的波动 很快锁定这片区域 他还是来晚了一步 两大妖王跟师父都消失了 难道师父已经被妖王活捉了 一个不好的念头 在柳无邪心底滋生 他很清楚 师父落入妖王手里 会遭受何等的欺辱 周身涌出的杀意 越来越强 鬼谋 查找线索 柳无邪逼着自己冷静下来 从气息上判断 师父刚离开不久 最多不会超过实习 只要找到师父所在之处 便能将他救出来 去挽救未必了 鬼谋全速开启 周围的视线 不断变化 许多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在柳无邪面前 一览无余地显示出来 这是空间符 可以短时间内 将自己转移到另外一处 跟时空门符有相似之处 只不过时空门符传送的位置是随机的 而空间符 传送的位置不会太远 但可以指定固定区域 这就是两大神符的区别 时空门符最远可以传送到几百万里乃至上千万里 当日他跟雷火叫习 就被传送到极远的山脉之中 既然是空间符 最远的距离 不会超过一千里 师父应该就在这附近 闭上眼睛 细细感悟空间符的变化 只要锁定了方位 很快就能找到师父的下落 那边三席之后 柳无邪通过空间波动 锁定了师父方向 就在他左侧前方 灭神一连续闪烁 千里距离对他而言 也就片刻功夫而已 对于那些神王近来说 片刻功夫可以做很多事情 千里之外 空间一阵扭曲 穷王跟虎王还有血衣三人同时出现 他们的身体 跌落到一处粉红色的世界 这里的花花草草 极其的古怪 散发出各种香气 那些花草之中 还有许多妖兽正在交配 如此诡异的一幕 让雪衣心里咯噔一声 意识到不妙 虽然他不清楚这是哪里 但空气中弥漫的气息 已经让他猜到一些 小女娃 到了这里 你就要乖乖地听我们的话了 这是我们妖族繁衍圣地 不论是妖族还是其他种族 进入这里后 都无法抵挡此地的曼陀罗花 还有犬强威的冲击 穷王收敛身上的气势 色咪咪的盯着雪衣 那些正在交配的妖兽 吓得瑟瑟发抖 纷纷从地面上爬起来 这些只是普通的妖尊级别猛兽而已 曼陀罗花具有催情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 只要意志坚定 都能抵挡得住 可怕的是曼陀罗花配合犬强威 形成的催情素 纵然是顶级神王 都无法抵挡 第3608章 厉害神王 妖族的发情期很短 许多时候 需要催情素作为辅助 此地种植大量的催情花 尤其是犬强威 这可是号称天地中最强的催情花 两大妖王将雪衣带到此处 墓地不言而喻 吸入了这里的花粉 任何人都抵挡不住 正如熊王所说 不到半袭功夫 雪衣感觉自己体内气血不停翻涌 身体难以控制 熊王跟虎王吸入犬强威的花粉后 身体变得通红无比 一根根青筋 从他们的体内冒出来 纵然是死 今日也不会让你们得逞 趁着意识还在 雪衣寄出所有力量 形成毁天灭地的一件 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熊王跟虎王 并非第一次来繁衍圣帝 他们对这里的环境十分熟悉 身体一晃 朝远处退去 避开了雪衣的进攻 不愿意与其正面交锋 只要等催情速起作用 到时候雪衣还不是任由他们拿捏 成为他们的胯下玩物 一箭劈空 将偌大的繁衍圣山 劈成了两半 大量的普通神兽死去 尤其是远处正在交配的那些神尊级别猛兽 身体四分五裂 这一箭 堪称初级神王 虎王跟熊王相视一眼 从彼此眼眸中 看到一丝震惊之色 换作他们中任何一个 想要以绝对的优势碾压雪衣 都非常之难 幸好两人一起出手 借助空间服 将雪衣逼到此地 不然后果很麻烦 强势初剑 反而加快了体内血液行走 雪衣脸色发红 瞳孔中闪烁出迷离之色 咬住舌尖 让意识不要昏迷 斩 再次出剑 这次的力道更强 雪衣整个人 化为一头金色凤凰 盘旋在九霄之上 方圆百里的苍穹 都被金色气息笼罩 相得很远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赤师傅 柳无邪一个蹦射 加快了速度 朝金光区域略去 又是霸道无匹的一剑 繁衍圣山已经摧毁的差不多了 穷王跟虎王压根不在乎 小女娃 别挣扎了 没用的 还是乖乖的顺从吧 你们凤凰族已经落寞 跟在我们身后 也许还有机会重镇凤凰族 虎王让雪衣放弃抵抗 出手速度越猛 体内血液流淌速度越快 催情草的作用更加明显 正如虎王所说 雪衣的意识 在一次陷入迷离当中 趁着意识还没彻底消散 手中长剑突然朝自己脖子抹去 宁可死 绝不妥协 只是他不甘心 没有见到自己的弟子 下三玉的时候 他已经废除了自己跟无邪之间的师徒关系 不知道为何 临死的时候 脑海中第一个闪烁出的 竟然是无邪的模样 他们的师徒关系 本就有名无实 当时情非得已 为了保护柳无邪 才出此下策 这边的战斗 柳无邪通过鬼谋 看得已清二楚 师父 我来了 柳无邪立刻一声 宛如龙吟一般 唤醒了雪衣的潜意识 犹如一道闪电 最后几十里 柳无邪竟然撕开了空间 强行抵达此地 一个剑步 迅速冲到师父面前 扶住他的身体 无邪 你不是他们对手 快走 雪衣咬住舌尖 不让自己的意识昏迷 让无邪赶紧走 师父 剩下的交给我 柳无邪打开太荒世界 直接将师父收进去 他现在已经不担心 太荒世界的事情泄露出去了 持祖术 心理他体内的催情素 柳无邪召唤一声 十祖术探出几根枝条 释放出墨绿色的气息 注入到雪衣的体内 催情素的作用 确实压制住了 但无法彻底根除 很快又会发作 盘西坐在十祖术下面 雪衣不停地运转功法 抵挡催情素 安顿好了师父后 柳无邪冰冷的目光 落在熊王跟虎王两人身上 滚滚杀意 席卷而出 望着消失的雪衣 虎王跟熊王勃然大怒 眼看就要到嘴的鸭子 竟然就这样飞了 让他们如何不怒 况且他们也吸收了 大量的催情素 如果不能交配 肯定血脉膨胀 纵然不死 血脉膨胀也会导致 他们经脉受损 最终修为跌落 柳无邪目光扫了一眼 当看到犬强威的那一刻 眼神阴冷的可怕 你们都该死 说完 诸神剑凌空浮现 随即 一号一闪而逝 对付初级神王 仅凭自己的实力还不够 需要借助诸神剑正跟一号 自己突破到天神一众 一号的战斗力 更为强悍了 按照境界划分 最少堪比神王四重镜 对付熊王跟虎王 绰绰有余 无需一号体内的剑星之力 柳无邪也能演化出来千剑 让诸神剑正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主人 杀了他们太可惜了 山庄目前急缺高手 如果能将他们收服 可以镇守山庄 作为看门神兽 素娘知道主人此刻心里只想杀了两头妖王 他们虽然该死 但目前来说 收服他们远要比杀了他们更重要 柳无邪沉吟了一下 认为素娘说的有道理 这次就是很简单的例子 山庄遭遇神王攻击 以山庄现在的能力 根本无法抵挡 如果将两头妖王收为麾下 镇守山庄 纵然是一般的神王前来 也能让他有来无回 高级神王前来 有防御大阵 同样无法伤害到山庄分毫 此最可免 我最难逃 我要抽取他们的记忆 从此以后 只能做我的奴隶 柳无邪一字一顿地说道 他不需要属下 他只是要两个替自己看门护院的努力 诸神剑正迅速将两头大腰锁定 一号刺激而动 小小年纪 竟敢口出狂言 就凭你小小天神镜 也敢在我们面前放肆 虎王大怒 他们并不知道柳无邪跟素娘之间的谈话 要是知道柳无邪打算抽取他们的记忆 将他们变成只会听话的看门狗 估计会气的吐血 快杀他了他 那女娃人应该就藏在他体内某个宝物之中 熊王已经按捺不住了 体内的血脉开始膨胀 初卧完 恐怖的剧长 朝柳无邪凌空抓下 这要是抓中 柳无邪必死无疑 迄今为止 柳无邪这还是第一次跟神王交战 神域战场毕竟是原神状态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一号 这头熊王就交给你了 别给我打死了 我留着还有用 柳无邪力喝一声 熊王乃神王三重 战斗力要比虎王强上不少 让一号去收拾他 最适合不过 一号的战斗力 鉴于神王四重到五重之间 对付熊王绰绰有余 收到主人的命令后 一号一拳轰出 随着主人的修为越来越高 一号的战斗力 也在不断攀升 看似简单的一拳 却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气势 将熊王所有的攻击 全部化解 这是什么怪物 为何战斗力如此恐怖 熊王脸色奏变 一号戴着面具 分不清是人类 还是其他怪物 体内爆发出的力量 跟人类完全不同 却拥有人类的能力 着实让人吃惊 熊王被拖住后 柳无邪手指一点 诸神剑阵迅速启动 千柄神剑 盘旋在虎王上空 将他牢牢锁住 小子 就凭这点手段 就想杀我 真是痴人说梦 虎王并不知道诸神剑阵的强大 以为只是一门普通的剑阵 就算这门剑阵强大 虎王也没放在眼里 因为操控剑阵的人 修为太低了 剑之必落 柳无邪没有留守 上来就是最强一招 五大神谋同时开启 周围的天地开始扭曲 无尽的死亡之力 侵入到虎王的体内 怎么回事 我的寿命竟然在减少 虎王下的亡魂大帽 还没交战 他的寿命就少了一半左右 这样下去 无需交战 他就死翘翘了 老熊 这小子很古怪 我们要速战速决 虎王有种不好的预感 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小子 十分难缠 他尝试好几次突破 都无法破开诸神剑阵 死亡之力还在不停地侵蚀 让虎王越来越害怕 没有几十万年 很难修炼到妖王境界 眼前这两头大妖 修炼了足足八十万年 才有今日这番修为 当然不想轻易地死去 我这个也很难缠 熊王十分憋屈 他以肉身著称 一般的妖兽 碰到他 不敢与其硬碰硬 遇到一号后 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肉身强横 一号似乎不知疼痛 他的身躯 乃天地神经锻造而成 坚硬无比 纵然是神皇 都难以伤害其分毫 何况是普通的初级神王 跟一号交战几招后 熊王脸色越来越难看 除了肉身力量不如一号外 境界同样不如一号 轰 又是接接是十一拳 一号跟熊王碰撞到了一起 卷起了无尽的尘埃 两大神王竞交战 惊天动地 形成的涟漪 将方圆几百里摧毁一空 妖族的圣山 从此以后恐怕将要不复存在了 该死 你竟然震碎了我的手骨 熊王发出愤怒的咆哮 刚才一番冲击 一号一拳砸碎了他的手骨 痛得他呲牙咧嘴 一号没有说话 又是一拳 砸向熊王 简单直接的招式 施展出来更加恐怖 天地开始震荡 大量的空间碎片 从苍穹坠落 他们打得难减难分 一时半刻 很难分出胜负 如果不是柳无邪想要活捉他们 凭借一号实力 早就打得熊王满地找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